大家好,我是胡福奇车,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B2Five所推出的装甲机兵系列的产品 可能现在年轻的朋友们都会透过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电子游戏里头去知道装甲机兵这个系列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看过当年1983年的动画呢 可能你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中年大叔了 而装甲机兵本身呢,是一部非常真实戏风格的机器人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的主力重点呢,会放在这两核,编号一号还有二号的作品 那么跟过去B2Five的酸影真正系列不一样 他们呢,是挖出一个透明的一个部分 让我们能够看到里头玩具的内容物 那可以看得到上面一个非常多的信息量 首先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降落的一个姿势 然后附带的一个机器人本体一个人偶 当然还有其他跟酸雨战争系列的玩具呢 可以做一个手脚方面的替换 以及其他下方呢,就是一个人员可以进行一个机器人的搭载 这个眼镜之间可以互相做个转换 手臂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个伸长一些变化 以及腿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固定住身体的一个支架钉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在盒子的一个右上呢 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动画公司 就是有Thumbrise的一个授权 所以这一次的产品在制作方面的话呢 大家还是可以对品质比较放心的 产品的内容物呢,除了玩具的本体之外呢 还有一本讲解蛮详细的说明书 另外还有一份纸质品 这个呢,是可以拼装成一个小型的纸盒 这个纸盒的功用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收纳人偶啊 大家看,就看起来好像变成了棺木一样 那大家还有一些小配件之类的东西呢 我们呢,都是可以把它给放到里头去的 这一次的机器人高度呢 大概是在14公分左右 算是非常适合拿在手上把玩的一个尺寸了 那两者模具上呢,有稍稍的不同 配件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首先的话呢,是这个右手的造型 这个女性的这个粉红色机体呢 是一把滚筒机枪 而在绿色的男性操作的这个机体上面呢 这是一把大型的一个狙击枪 而两位的人偶呢 在配件上呢,也些许的不同 男性的话呢,是附带了一把手枪 这个男人带枪是应该的啊 然后背后的造型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那女性的这个机体的话呢 有一个替换的一个头雕 这个替换的头雕呢 在做一个替换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的稍微是稍微扭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头部呢,给取下来 就换上了这一个头 那这个头呢,平常呢,不使用的时候呢 当然也是可以拿在手上当成是一个正常的头盔的 另外呢,在男性的这个绿色机体身上呢 有多了一个可以替换的部件 是在这里 平常的话呢 在从盒子里拿出来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那目前的话呢 我是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替换的 那在女性的这个机体方面的话呢 它则是多了一个背包啊 这个背包的话是男性机体没有的 以及它呢有一个所谓的弹夹的一个部分 这个弹夹的话呢 一共附在了两个 其中一个呢 可以附在在背包的内侧啊 这个直接给各位做个展示好了 这里是可以把它给拔出来的啊 那这个收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梗的 再次轻松的把它给扣回去 另外一个部件的话呢 则是安插在手臂的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的这一个 scope dock的一个玩法 首先这个大枪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洞 然后是按插到手掌中心 是有一个凸的 那扣的时候呢 是放进去之后呢 由前往后推过去 然后呢稍微握一下 这个本身的一个枪呢 握持的力度呢 就非常的完整啊 这个玩具本身的一个一体性 算是很好 各个关节的紧实度呢 都是达到非常让人满意的 那么这一块这腰包的这个配件呢 刚刚已经提过啊 我已经给它做一个替换了 转到后面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类似于是油污的这个 这个并不是另外在干刷上去 而是直接的 就跟塑胶是融合在一起的啊 那身上的话呢 这个倒角处理来讲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摊口在身上啊 这稍微有点美中不足的 那么这个玩具本身 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本身人物呢 可以搭载到这个机器内部去 我们呢把这个部件呢 从这个地方整个给打开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些驾驶座的一些刻画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个呈现的 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人物呢 给放到内部去啊 这个做进去是稍微 这是有一点点辛苦啊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你要不要握在这个把手上呢 这个是看个人的一个需要啊 这个本身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指比较粗大 不是很适合操作的话呢 也不用特别去一个勉强 那盖一下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躲过一下驾驶舱 躲过去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人员呢 安置到了一个内部 这个也是算影阵阵系列里头 经常出现的一种玩法 那稍微盖起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眼镜的一个设计就有趣了 首先呢它是一个可以转动的 它是一个望远镜 夜视镜 还有一个可能是录影功能的一个 三个镜头呢可以是做一个转换 以及它本身这个部件呢 还可以再另外再做一个转动啊 这个活灵活现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妙啊 加上本身这个头又可以转动啊 这个非常有机器人的一个感觉啊 真实系机器人里头一个 达到顶峰系列的这个这甲鸡兵 真不是盖的啊 它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天线本身上下不能动啊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啊 那么其他的话呢 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小机关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臂的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拉长一点 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往下面搓下来 这个部件呢 手臂的话呢就可以变长 以及呢在这个地方呢 手臂还可以再往外面拉出来一些些 另外一侧呢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主要呢是机械的一个手臂的一个长短比例呢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展示 那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机械的一个手脚伸长之后呢 你要摆一些这个握枪的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把这个手给伸长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角度的话呢 你还真的去没有办法去握到这些枪的一个部分啊 这样子一来 是不是就可以轻松的 两手持枪了呢 然后呢再转动一下这个镜头 本身的话呢 就可以摆出非常帅气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把它看过来 摆出一个比较敌情征收概念的一个枪直到哪里 眼睛就看到哪里的一个镜头 下半身的话呢 就把这些裙甲的部分呢都掀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OK整个都给翻开了 脚的话呢 往外 往内 往前 往后 前后 側踢没有 但是呢非常的紧 基本上呢 完全没有松的一个可能 膝盖的话呢 由于它有一个所谓一个降落的一个姿态啊 所以它会有一个双动关节 甚至更大的一个幅度范围 那这个脚的话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啊 本身的话呢 站立性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棒 因为它这个 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脚板 以及它的一个脚的一个侧边呢 这里有一个往下的一个箭头 从这儿往下一放 这是一个把身体的话呢 定在地上跟敌人搏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机关 那本身压下来的话呢 人物的站立性来讲的话呢 当然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啊 只是告诉你 它有这么样一个机关而已 这次二号的粉红色的眼镜斗犬呢 它的话呢 多了一个背包 这个背包的话呢 除了刚刚提过了 它可以收纳一个弹夹之外的话呢 它本身的话呢 是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关节 那这个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 会用得上 那么它手上的这一门的这个大炮的 本身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调整你喜欢的一个角度 以及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 也有一个钩子啊 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武器 本身呢 这个机枪前面这个地方呢 就不能够再做一个转动了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呢 这一款这个 这个装甲鸡兵的话呢 它本身跟酸雨战争系列的玩具呢 是有一些零件上的一个搭载的 比方说呢 它的手上呢 是有一些的这个插孔 像这个洞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酸雨战争系列这些玩具呢 给拿下来装上去 就可以轻松的做一个许多配件的一个替换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二号机体的一些外观 它后面呢多了一个背包 感觉上的话呢 会再更加的扎实一点 那加上这个手炮的关系呢 似乎是这个活力的感觉好像更加的强劲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可以伸出来的一个爪子 爪子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尖锐哦 还是稍微留意一下 那关节的话呢 一样啊都没有做一个齿轮上面的一个省略 那腰身的话呢 转动也是很结实的 再来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的所谓的一个着陆状态的一个变形方式啊 那么这一款女性这个机体的话呢 它多了一个把这个背包呢 必须往后面抬起来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话呢 不会去妨碍到我们后方的一个变形 那如果是那个绿色那个机体的话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腿的话呢 整个的给完全的给拉长 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 这里把它往上面推啊 把它往上面推 你看推出一个 你看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然后呢 把整个腿的话呢 是往后面推过去 推到后面 再来的话呢 是利用这里呢 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双动关节 这一块面板的话呢 必须要整个的是往这边推过来 它是完全是贴平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 然后呢 后面这个脚掌的话 你还可以再拉出来一点点 然后往前面折下来 往这里推过来 我的做法是到这边为止 然后呢 再把这个面板的话往前面推下来 那基本上呢 是要维持住这个地方 这个面板的一个是平整的状态 到这边 然后这里直接往后面方 把它给顶住 这个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卡扣啊 只能够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 差不多是一个摆放 到这边 这个这边就变形完成了 另外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把整个脚给拉直 往后面 推过去 然后呢 这一块面板的话呢 把它给往前面 往前面给翻下来 这也是一个双动关节 往后面推 这里 折下来 到这里 到这边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两条腿的话呢 差不多是摆到一个相对应的高度 然后呢 这个因为腰身本来可以转动 先把它调整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面 然后呢 这里 前方的话呢 我有一个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出来 顶住 整个一个前方的位置 后面的话呢 就是最后就是调整一下 这一个 两腿的一个高度而已 只要能够让它平放在桌面上呢 也就是双丝变形完成了 这个地方 往后面 可以再往后面抬高一点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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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 自然的往下面摆放 伸到前方就可以了 到这边 你也可以转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角度 因为两个 绿色的机体呢 跟红色机体 两个造型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到这边 手臂的话呢 是把它往上面推 做一个缩短的一个状态 这个地方呢 可以再往后面抬一点点 多了后面一个背包 所以这个变形上的话呢 会多了一个一个一个干涉的一个位置 到这边 摆放 在桌上 只要能够平放的话呢 就算是一个变形到位了 好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一套B25 所推出的装甲鸡兵的产品 整体来说的做工来讲的话呢 我是非常满意的 特别是它的这个肩膀的齿轮关节 在把玩的时候反馈回来的力度呢 真的很舒服 以及它的旧化呈现方式呢 也跟以往直接用干扫的一些玩具呢 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身上刀脚的处理 关节的紧实度 涂装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都达到我可以满意的水准了 那当然最有趣的话呢 可能就是它这个眼镜 三个镜片的转换 还有这个眼镜 本身可以在这个脸部上面 做一个左右的水平移动 当然了这个附带的人偶呢 可以搭载到机器的内部呢 这个也是非常真实系机器的一个表现了 整体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推荐的一个系列玩具 加上它可以跟过去 B2FY所推出的酸雨战争系列的玩具呢 做一些零件上的互换 还有一些互动 所以这套系列的话呢 可玩度还有扩充性呢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